我们在美国的华人都知道一个词叫黑舞 我来美国这么多年我也没赶上黑舞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都堵在那些商场的门口 就是你去了威宾能买上什么东西 所以中文有的时候很有意思 叫雪拼 管shopping翻译成中文叫雪拼 我拼不起 所以我很少赶着黑舞 但是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就是黑舞 Black Friday 就是耶稣被犹太人定在十架上 就是发生在礼拜 所以今天早晨我会很跳跃的讲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得上 可以跟得上 刚才Jani讲说 Ivanca已经把她的头像啊 一些社交名都改成林肯了 那我们在想 现在我们尊林肯为一个这个伟大的总统 甚至我去华人论的时候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了 有一个纪念堂 应该叫林肯纪念堂 然后还有林肯的坐向在那里 但是我想说 我们后人所敬仰的前人 那个前人在活着的时候 可能是很多人在反对他 我这样表达有清楚吗 就是说过了过了三十年 过了五十年 过了一百年 过了两百年 我们很尊重林肯 我们觉得哎呀 林肯当时是力挽狂澜 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做了一个很智慧决定 可是在当时 是有很多人反对林肯的 而且林肯事实上也用了很极端的手段 把什么国会啊 把什么报社啊 把什么那些 所谓的当权派全部抓起来 啊全部抓起来 所以今天我在我在这里面 我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么多人信耶稣 我们觉得信耶稣好 我们觉得我跟着耶稣 好像这样好那样好 但是今天我也要跟大家表达意思 可是在耶稣当时的时代 那些人有像你有像我这样信耶稣吗 OK 所以今天早晨我们的我们的讲道 我们有一个题目 就是这个题目就是当耶稣被抓 当耶稣被审 当耶稣被令死驾的时候 他周围人的面面观 就是说我想我想我想 我的观点非常非常清楚 我就希望大家透过历史 透过圣经我们来看人性 然后透过对人性的看透 我们就单单的不去相信任何人 不去倚靠任何事理 就是仰望主 这个世界之所以还存在着 就是神的巨大的怜悯 这是我今天早上的观念 所以当我在讲的时候 我会讲很多故事 那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就停在这里 听我讲 你也可以看看圣经 那你就看一看 今天你想想 今天我们就想 我们我们我们就想 为什么教会被撕裂啊 为什么教会会分裂 因为因为选川普选拜登 教会分裂啊 所以今天我们再想一想 在耶稣那个时代 那这些人是不是也经历了 同样的分裂啊 你看有一些人 平时跟耶稣跟得特别紧 比方说彼得 怎么样 三次不成了耶稣 公开不成了耶稣 有一些人本来是很害怕的 暗暗的 暗暗的信主 偷偷的信主 可是当耶稣被定时代以后 他反而出来了 他出来干嘛呢 他出来替耶稣收拾 所以 所以今天 我我我自己 我我自己 我跟我自己讲 我不希望弟兄姐妹对号入座 我不希望弟兄姐妹对号入座 那我我希望 我希望 我希望你们好好爱住 我不希望任何人今天早上 因为我讲了以后你们就受伤了 我我我自己常常对我自己讲 我说我不要因为现在有人 有人有人喜欢我 有人跟着我 我就可以放心了 将来将来我晚年可以无忧 这些喜欢我的人跟着我的人会 会一直喜欢我 会一直跟着我 会一直照顾我 不一定 有可能到时候一些事情 他们就离开我了 所以我也常常说就是且心且正心 但是当我真的老了 当我真的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 可能有另外一些人 甚至我都不知道的人 甚至我不认识人 来了 就好像我最近开玩笑讲 我对国内的弟兄姐妹讲到 我说我说我被公安抓的时候 我对被公安的抓的时候 我们照顾的弟兄姐妹都 乖乖的自己回自己家 我说我说我知道你们没有人有钱 去花钱捞我 我们也我知道你们没有人有什么 有有有有权利的这个 这个大官是你们亲戚 你找他们通过关系去救我 我说这些我知道你们没有 你们没钱 你们没权 你们也身边也没有有钱 没有有权 但是你们能不能在派出所门口 在公安局门口等我 等我出来 没有 所以当我出来的时候 感谢主还不是孤家寡人 这个另外一个教会的两个姐妹 刚好那天上我们教会做礼拜 然后就就陪着我进公安局 一直在外面等着我 一直等到我出来 所以那我自己我想今天 我也经历了很多事情 所以也就是现在我能把一些事情看透的原因 那我希望透过今天上午的分享 我们把有一些人看透 所以我们就看今天我们读的圣经 耶稣前面 这是我们每个教会都特别喜欢讲的 耶稣前面 这是我们每个教会都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都是特别喜欢分享的 为什么呢 你有病 耶稣一祷告 病好了 你没有饭 几个饼 几个鱼 五个饼 两个鱼 被保了多少人 被保了两万人 所以我想今天 我们无非就是几个问题 一个是温饱的问题 一个是健康的问题 当然还有养老的问题 整个人类是个三大问题 一个是温饱的问题 一个是健康的问题 一个是养老的问题 所以在圣经里面 我们今天都看到养老的问题 你们谁看到了 当然你们现在都不静音 那你们可以打字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对着他的母亲玛利亚 如果耶稣被定十字架的话 我们神学家给我们的推算是 33岁 33岁 那玛利亚生他的时候 大概18到20岁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 玛利亚也是一个 50多岁的老年妇女 因为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的人 连寿命都不是很长 所以 其实玛利亚面临一个养老的问题 所以在十字架上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看 这是你的母亲 对他的妈妈说 看 这是你的儿子 因为 因为 因为正常来讲 中国话讲养儿防老 中华讲养老送终 所以应该耶稣作为玛利亚的 肉身的儿子 耶稣 耶稣是双重身份 他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百分之百的人 他是人的儿子 所以圣经说人子 人子 人子 人子就是耶稣 所以 他要是养玛利亚的 他要养玛利亚的 但是他已经死了 而且 丰盘当时复活 但是再复活 他就不在人间玩了 那是另外一个剧情了 所以 所以他就说 他就说 这是你的母亲 这是你的儿子 然后圣经说 从那 从那一刻开始 从此 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去 所以圣经你就知道 圣经上你就知道 谁给玛利亚养老送终啊 就是耶稣所爱的这个门徒 而耶稣所爱的门徒 叫什么名字呢 叫约翰 我再给你们 透点小道消息 我经常有小道消息 所以我也不是什么 这个 这个这个 叫什么 叫哈士尔 就是 这个 华众取宠 我给你们点小道消息 耶稣十二个门徒 有的 有的跟耶稣一样 被钉在十字架 有的 有的就直接被用石头打死 有的被杀死 只有一个门徒是 自然死亡 是老死的 就是这一个约翰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为上帝做事 永远不后悔 为上帝做事 永远不赔 被上帝使用 这是人生最大的信 所以 这个 他 这个约翰 他 能被神用 来照顾玛利亚 来养玛利亚老 也因为这样 神给他一个格外的恩恋 他自己是 自然死亡的 是老死的 而其他的人 可能就提前死亡 就是我们用 现在话讲 就英年早逝 所以你把这些信 串起来 你会发现 透过不靠谱的人性 我们能看到 伟大的神性 当我们人 跟神合在一起的时候 当我们人信神 当我们人 遵行神奇的时候 神也会有 特别特别的恩典 在我身上 我记得几天前 金玉跟我讲 他心情非常非常大 他说 目是我的无所谓 我们这个年纪 我们这个年纪都四五十岁了 在晃晃 我们也被主接受了 可是我们的孩子 我也不知道 金玉有几个孩子 三哥吗 四哥 我自己是四个孩子 不管怎么样 他的担心 我也比方会面临 如果美国这样 就像詹琳讲的 已经以后没有父亲了 没有母亲了 只有监护人 也没有 没有儿子了 没有女儿了 只有下一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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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还是接受不了 你知道 我们一直说美国很先进 我们来美国想学一些先进东西 但是我发现 这个消化不了 怎么可能呢 就说以后没有男 没有女 没有父亲 没有母亲 没有男 没有女 没有男孩 没有女孩 所以这些事情是我们没法接受的 可是这些事情很有可能 被以法律的形式 放在那里 所有的人被迫要遵守 包括你的孩子 包括我们的孩子 所以金玉 金玉很担心 很忧虑 很怎么样 我非常的理解 我非常的理解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我们也知道 如果神解决了这个 他母亲玛利亚的养老问题 神也会解决我们孩子 未来生存的条件 就是我想表现说 上有老 下有小 当我们信神以后 下面神管 下面神也会管 OK 所以 所以今天我们 我们就 就 我会跳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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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希望 这些 就是我在讲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翻一翻经文 翻翻经文 你也可以看屏幕 你也可以自己把手机的那个APP找出来 去翻 反正今天我就是18张 19张 我会跳着讲 原因很简单 我希望把这些伞在盘子的珍珠最后穿出一条线 让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的决定 然后我今天早晨我在爬山的时候 我今天早晨我在爬山的时候 所以基于你我们住得很近 我们都可以约着 礼拜天早晨我们一起先爬山一起祷告 然后下山我们再做礼拜 甚至在在中国的时候 我们爬山本身就是个聚会 可能别的教会没有 但我们就有这个聚会就叫爬山聚会 有读经聚会有祷告聚会 我们有专门爬山聚会 我们就一起爬山边走边聊边走边分享 然后到了山顶我们唱三美诗 我们祷告 我也会像现在这样给他们讲一圣经 然后就结束了 这个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我们我们我们住在青龙hills的人 也不去你家也不去我家 我们谁家都不去 我们就约一个公园 我们我们集合我们就爬山 到山顶我们我们唱诗 我们祷告我们分享神的话 然后我们结束 我相信这是很美的 那远处的也欢迎你来 只要你不先远 起个澡都没问题 就见到我在爬山的时候 见到我在爬山的时候 Viviain有说 我在山顶我录了一段视频 我在山顶我录了一段视频 那我在录了一段视频的时候 神就给我两个感动 神给我两个感动 第一个感动 这个圣经里面 摩西带着以自己百姓过洪海的这个感动 那第二个感动就是我要跟大家讲讲我自己的故事 中国话讲家丑不可外扬 家丑不可外扬 所以我这个 我有很多很高光的时刻 很辉煌的时刻 但我也有我自己很艰难的时刻 很艰难的时刻 所以那我想我想说我想说这些事情放在一起 让我把人性看得很透 让我把人性看得很透 所以所以所以我也自己我也心里非常非常清楚 我之所以是我是上帝有我同在 我之所以还活着是上帝的恩典 我之所以有盼望是因为神没有放弃我 一直在带领我 如果我的弟兄我的姐妹 你们也有这样的生命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说 无论将来你去哪里 无论将来你面临什么环境 都这些事情打不倒你 这也是我对你们的祷告 我并不希望你们靠着我 或者跟着我越来越好 我希望是有一天 借着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一起 你们每个人跟神都有美好的关系 所以即便有一天我不在了 你们还在 你依然很好 为什么我们的神是一个好的上帝 祂是爱我们的 祂是帮我们的 OK 那我先讲摩西过洪海这件事情 摩西过洪海这件事情 安卓也可以把圣经翻到那一块 其实我们今天在线上的 有一些人我不熟了 但大体上我都熟 我不知道照景大哥你的学历 这个我想我们在做 我们今天在线上的大部分都读 这个就算没读大学也是高中毕业 我想这个就算高中没毕业 至少也读了一个初衷 就是我们是读过书的人 就是说说白了 就是说我们不是这个脑子里没东西的人 我们是有思想的人 就是说今天我们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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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我们对有些事情 我们是很非常清楚的 这些事情就是说 这些事情就是 它就不可能发生 你跟我说 它就不可能发生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我们我们家那个油瓶子 没油了 我媳妇就让我去买油 我就说你在哪呢 我说我现在正忙着 给你给你祷告 我媳妇说不行 你现在别祷告了 你赶紧去超市去买油 我说为啥呀 因为家里来客人来炒菜没油 那我我我现在问你们 我能说 哎呀你就祷告行了 祷告以后那个油瓶子就油了吗 谁要现在信我刚才讲话 谁就是傻子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非常非常清楚 为什么我要办卡斯科的卡呀 为什么要办三不天的卡呀 我如果一祷告 卡饭来了 我一祷告菜来了 我一祷告鸡肉来了 我为什么要办三不天的卡 我为什么办卡斯科的卡呀 我什么都不要办 所以我办三不天的卡 我办卡斯科的卡 就是因为我常常去买东西 用英语说叫refill 吃光了喝光了 重新补充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们我们大家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真正的牧师挺难当的 因为当真正的牧师 你讲超自然的事情 这些活在自然界的人 他们不但不接受 他们还抗拒 所以牧师最后很多牧师也变得 那就跟你们讲 你好我好 哎呀这个这个大家好的事情 就是不能讲一些冲击心灵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 我自己我我我非常清楚 我经历了一些冲击心灵的事情 那今天我们我们我们先看这个耶稣 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过公海 以色列百姓 你要明白四百年 他们在埃及做一件事情 就是给埃及人做奴隶 而奴隶是有一个特点的 奴隶是非常无组织的 奴隶是非常非常松散的 就是说你做奴隶 你说能能能能 现在很齐早就造反了 早就把那个剥削 他们的这个主人给干翻了 所以所以这个这个 因为毛主席这个讲了一句话 中国人是惹不起的 惹翻了不好办 那原因是前面他说一话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你知道吗 如果中国人民没站起来 中国人就可以好惹 就是好欺负的 所以你看这些 我们在东北 我们是日本的殖民地 那你们有些人在山东的 你们是德国的殖民地 那南方的是法国的殖民地 所以人家就殖民你了 人家就欺负你了 你也没找 所以今天我们在日本 我们要明白第一点 这些以色列人是不能打仗的 因为他们在埃及当奴隶当了四百年 这种奴性已经深深进到骨头里面了 除了胆小怕事 除了贪财好色 没有什么别的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别的本事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你要看圣经就知道 一路上 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 带得很辛苦 渴了 哎呀就就难受了 就开始抱怨 哎呀你们你 你难道上帝让我们渴死吗 饿了又开始抱怨 哎呀难道上帝让我们饿死了 这个有水有饭了 哎呀没有肉 又开始抱怨 所以你就会发现 奴隶就是这种这种这种项目 动不动就抱怨 所以你知道做牧师 我对我很多人来我教会 我爱你归我爱你 但我不可能用你 我用的人 首先你要有感恩的心 你没有感恩的心 动不动就抱怨 动不动就退出 动不动就闪了 动不动就没了 你让我怎么用你 出白了中华想靠不住我 我用的人我得靠一下 我都靠不住我怎么用你 所以今天 这也是我 这也是我 我轻易不选人当同工 但反过来我的同工随便拎出来一个 都可以PK全世界任何一个牧师的 就是他是在神变间 是不顾性命的 是连死都不怕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 从这一点 这些以色列人 白给 东北话讲白给 啥都不是 后面 埃及的军兵在快速的在奔袭 要追他们 追他们的目的 要么就是把他们再拿回去 继续做 埃及的努力 要么就是把他们全部杀掉 因为作为叛军 他们要这样处理 所以今天我们看 这个以色列人的处境就这样子 就是你刚刚因为神的大能 啪啪啪啪啪 给埃及十个灾 把埃及法老给搞定了 埃及法老最后被迫说 好你们走吧 但走完以后反悔了 又派兵去追 OK 所以今天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我现在我的问题来了 摩西 神的大能的仆人 可是摩西敢带着 以色列跟埃及人打仗吗 不敢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被埃及人奴役了四百年 以色列人怕死了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怎么去描述这种心情 就是当一个人长期被奴役 长期被奴役 他已经失去了反抗的热情 没有斗志 我开玩笑讲 你们不要听 你们更不要信 更不要去做 但是我只是讲 你知道在一些很偏僻的地方 有一些很不好的文化 就是这个丈夫打妻子 你知道吗 就是丈夫就是这种动作就对妻子暴打 在美国你也可以这样干 干一次直接被警察抓走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提醒你们 你们可以 你们不要听 你们不要信 更不要去做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事情 这样的婚姻反而很稳定 不会离婚的 这样的婚姻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我们去干预的时候 我们劝这个女的 我们说你离婚吧 这哪是人过的日子 这女的不会离婚的 为什么 被打怕 被打啪 被打傻了 他都 他就说 我不敢离开正南 他会打死我的 另外说 我不敢离开正南 离开南 我不知道我吃什么 喝什么 将来怎么样 你懂我说的 我要表达的意思 我并不是鼓吹 男人要打老婆 不过鼓吹家庭有家暴 我告诉你 这个是我坚决反对的 所以任何一个男人 你要打老婆 对不起 我不管你给我们教会 捐了多少钱 我不管你 你以前给我做多少事情 我对你 我就说我不认识你 你也别来我教会 我们教会不许 任何家暴事件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想讲的是 但是用这个事情 来帮大家理解 那个以色列人 面对后面的埃及军兵 他们没有任何的胆量 去反抗 他们不敢打 问题又来了 你打过 中国讲36级 打不过就跑吧 跑 也麻烦了 后面有追兵 前面是红海 红海 我们去中东旅游都知道 那不是个小河沟 红海 也是波涛汹涌 我特别喜欢我们习主席的话 这个 暴风骤雨 还是麻烦的 反正就波涛汹涌 所以今天 今天我们看 安德鲁做得很棒 这个出埃及14章第10节 以色列人 看见法老大军追上来 他们怎么样 非常害怕 害怕已经不能表达他们的状态了 是非常害怕 非常害怕 所以他们就呼求耶和华 然后你看 你看这帮人 我最瞧不起就是这帮人 我跟你讲 我做牧师 我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牧师 我最瞧不起这帮人 那个 安德鲁那个 对不对 你把精网上一点 Thank you OK 他们 一方面信神 我也不知道这种信神叫什么信神 呼求耶和华 对不对 另一方面就开始抱怨 对某一说 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地吗 难道你把我们带出去就像我们死在旷野吗 你为什么要带我们离开埃及呢 你让我说一次吗 所以作为改革家 特别作为领头的改革家 你面对的最大的风险就是 你要帮他们 你要带领他们 他们不接受你的帮助 他们不跟自己带领 是他们成为你改革的最大的祖民 所以今天很多教会的牧师 也有一些先见之明 他们知道教会的问题 他们想不改革 他们就改不动了 对我姐妹们说 哎呀牧师你知道那要干啥呀 哎呀牧师咱们教堂也有 哎牧师你跑那么远干什么 牧师你做这些干什么 咱们就咱们每周能聚会就行呗 当牧师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最大的阻力 不是那牧师想振奋人心的 振奋士气的 他跟着他的信徒 最大的阻力就是这群人 所以今天你看看 这个以色列人也是欣赏地的 他们他们真的欣赏地 他们求烟花 他们跟神祷告 可是他们那边没有抱怨 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这个这个责任都退给摩西 而且十二人说特别好 十二人说 说我们对你说过 别管我们 就让我们在埃及待着吧 就让我们就是给埃及人做奴隶吧 就是说我们给埃及人做奴隶吧 鼻子呀 这个旷野呀 好多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人生当中有很多非常痛苦的事情 不是跟政府 不是跟那些逼过教会的人 我人生很痛苦的事情 是跟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 我们自己教会的姐妹 就是你说他不信上帝吧 他还来教会 你说他信吗 哎呀妈呀你一眼看不出骨气来 你一眼看不出信心来 你一眼看不出盼望来 满嘴都是抱怨 满嘴都是咒诅 所以今天 今天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我们要明白 摩西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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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上帝听了这些做奴隶的以色列人 苦苦哀求以后对他们的回应 就是说今天摩西本来可以不用来人间走这一遭 摩西也不需要在人间受这么苦 之所以上帝差遣摩西到以色列人当中 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觉得做奴隶太苦了 所以他们求主 他们求主 主也听他们祷告 就给了他们一个领导 就是摩西 所以今天越是做大事的人 越是被主大大使用的人 我敢保证他内心越是深深的孤独 人间不值得 你不配说 这帮人才配说人间不值得 你想想 摩西西里面苦啊 就是因为你们跟神祷告 你们求主 所以主才让我来带领你们 结果我来了 你们反过来说别管我们 就让我们在爱一顿努力 在爱一顿努力可好了 总比死在旷野好 所以今天 你知道为什么真正的牧师越来越少了吗 这活没法干 就不是人干的活 所以摩西还不能跟他们 那个那个argue 摩西还只劝他们 鼓励他们安慰他们 13节摩西对百姓说 你们不用害怕 站稳了 我是救不了你们 但是看耶和华 用什么方法解救你们 你们 你们再也看不到 sorry 你这个工具一挡 就把下面挡上了 你就别画了 你就让我 让我念了 你们不用害怕 站稳了 看耶和华用什么方法解救你们 你们再也看不到 你们今天看到的埃及人了 而且14节 坑将有力 耶和华必为你们争战 你们要保持镇静 哈利路亚 就谢谢你 谢谢你